那文傑是 文傑講話慢吞吞 而且就跟東豪有點像 他常常會有那種意在言外 他說這個選舉 看起來陳時中會贏吧 因為叫總統跟主席 每一個廟口都去 那如果不會贏的話 怎麼可能到每一個廟口都去 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覺得這個選舉 在大逆轉最後十幾天的情況之下 民進黨是不是真的會展現 民進黨每次到選舉完之後 就會被他的對手罵 你們這個黨就會選舉 而且他果然就很會選舉 因為這其實也是英俗揚插 像是高翁安這事情 他助理年報出來 我們也不知道 可是因為高翁安 他真的這個連環報 是非常的嚴重 因為我們都回想到說 他跟盧秀燕 兩個人穿著姐妹裝 然後還四肢緊扣在裡面 對 盧秀燕之前才跟顏家站在一起 顏家那時候一堆違建 我們罵老半天 然後那個市府才能這個 心不甘情不願地去處理 還有現在選後才處理的 那你看他現在又去跟高翁安 站在一起 所以你票投給盧秀燕 就是票投給這個去AE助理 加班費的高翁安 就是票投給趙少康 票投給朱學恆 其實背後是蔡英文 兩招的這個形象都當滿大 蔡英文是很認真在做外交國防 為臺灣的未來去打拚 然後這些高翁安 這些就只為了自己去洗頭 去做牛排做打拚 落差很大 剛剛這個昆成的議員講得很好 講到臺中藍線這個事情 不過這個事情 我有寫文章認真分析 發生一個很好笑的事 因為在林佳龍時期 臺中藍線已經進展到可行性研究的 這個階段 結果從可行性研究 到了盧秀苑接手之後到綜合規劃 花了二十九個月才提出來 非常長的時間 高雄捷運黃線 原本進度是比較慢的 可是九個月就跑完這段流程 那九個月還是韓國瑜任內 所以你不可思議說 為什麼會這樣 認真一想 因為韓國瑜都沒有在上班 沒有在管事 那些公務員就認真 認真把事 該做事情就做完了 這個才是大家沒辦法接受的事情 你怎麼會市政效率 還輸給一個被罷免的市長 真的是一個非常丟臉的這個事 到目前為止盧秀苑完全沒有辦法解釋 包括是說臺中那麼多站 鎮鷹站 然後他們AE站 一對站 是不是旁邊就是有嚴加土地 你改一改之後 就離他們的地更近 這件事情你必須要有個答案 到目前為止 他們都是裝傻裝死 當作這件事情都不存在 而且那個整體的預算 還多了快三百億 然後說什麼 還是物價上漲幹嘛 我還沒去掉物價上漲的圖 發現說根本就沒有漲那麼多 中間有很多 根本就是因為他延誤實成 他中間的工程費提升 就是為什麼行政院叫他重新寫報告 行政院不是退回 這叫他報告不完全 叫他去補足 補足意思是什麼 就是你的經費上漲 跟路線跟動 說明不清楚 所以你必須要把他補足 那受損的是誰 臺中市民 因為你亂改路線 導致說原本該出現的一個捷運 一直無限期延宕下去 這個是盧秀燕的一個市政 更包含是說 他從五月開始打疫苗 打到人家會暈倒 然後六月 七月的這個時候 五六月的時候打疫苗 暈倒 七月的時候連續相擊案 八月最嚴重 臺中狼絲案 但是我們節目認真地去揭發之後 他們才認真地去看待這個事情 就是我們這個視訊 人本行這個基金會的 對 原本他們想說把這個事情戳過去 當沒事了 繼續讓那個校長安全下莊 是因為我們發揮了媒體輿論的這個力量 之後他們發現說紙包不住火了 不得不面對 因為盧秀燕他過去就一直覺得說他靠著連任優勢 還製造一些有的沒的這些媒體的一些民調 說他一定會贏什麼 結果你會發現說他一個造勢 找全國民黨一堆女性的一些先市長參選人來 就事實上人數也不過就差不多一萬人上下 氣勢是完完全全不足 那他這樣一個長期的結果反而生懶的覺得 他穩贏嘛 那我不用去投票 所以主要是綠營支持者看到這些候選人是非常的 非常努力認真正在選舉這是我覺得很感動的 這一次當然我前面有講到那個調查局 你們民進黨執政對調查局不可以這個縱容他們 司法假期有點不滿 但是這次選舉民進黨的很多的候選人是讓人敬佩的 因為呢在選舉的時候就算領先他也是很認真 那個陳其邁周春筆跟那個黃偉澤 這個還有翁張良對不對 他們都很認真在選舉也就罷了 澎湖的陳光復現在是有可能撒卡多獲勝的 然後還有很嚴重的是馬祖的李問 他雖然這個希望很低 很平很平 真的很認真 我講我的感覺 還有古拉斯在花蓮的選舉選的也讓人很感動 就是他有那種政治人物 就是政黨政治的那種百分百專業投入的這個形象 好剛才因為東豪特別提到南投蔡北惠 還有苗栗徐定真 我講一講我自己筋皮疙瘩他都起來了 那個基隆他這個蔡世映他面對的是一個家族事業那麼強的一個人 然後基隆他又都是那麼藍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次的選舉選到現在各位 其實民進黨的支持者他本來就是台灣派 就是民進黨其實是台灣人支持的政黨 至少到目前為止這些候選人選得真的很認真 蔡總統跟賴副總統 還有行政院長特別是蔡總統賴副總統 輔選輔導的認真 所以你要不要跟我們講一下你特別提到南投蔡北惠跟許淑華的選舉 中東景現在在自由的民調自由時報民調他還領先只有5% 沒有表態率是30幾%這個地方有意思吧 其實基隆在看我最關心的其實是苗栗跟南投 蔡北惠 不要講我們大家都關心臺北了不能給蔡家的人黨選 因為南投有第二孤星 我又還有意見 因為南投是一個這次是一個很怪的地方 因為蔡北惠是做了很多事情是直接跟民眾接觸的 你覺得蔡北惠有翻盤的可能嗎 我不敢講因為正常的狀況之下對蔡北惠很不利 可是就最近聞到那個味道有點怪怪的 那苗栗呢 苗栗更麻煩 因為 什麼叫麻煩 徐定真會不會當選 徐定真也是有那種味道 就是說中東景後面最近的狀況很怪 那這個怪跟謝弗宏那邊也有在做一些動作有關 主要是中東景跑來跟柯文哲見面之後變黑了 就下來了 我就想就掉了 所以你比較了解藍營這邊 中東景 俗華跟中東景 對我講苗栗 苗栗中東景本來就是強 為什麼強 他強不是強在他這個政黨人脈不是 他是強在他的力量 他的力量 所有藍營的議員有很多是因為中東景而加入國民黨 所以他樁腳 對所以說他到底是信中東景還是信國民黨 當然信中東景 沒有中東景他議員也不會有 沒有中東景他的資源也不會有 對徐定真有沒有幫助 對那就是中東景本來是勝券債握 那加上國民黨把丟給謝弗宏出來 本來是中東景勝券債握 可是我就講千錯萬錯 他不要去找柯文哲 好現在有一些人是其實時代力量在那個宋國鼎年輕嘛 所以他也還有一些支持 對 我算是苗栗女婿 苗栗女婿 我很快加一句話 其實二零一八年 你去看十月五號是最近的一份民調 在苗栗當時徐定真只有十三點八 所以他這一次 然後但是你要看他開票來是三十幾趴 所以代表苗栗是很多人不是不表態 是不敢表態 不敢表態 這是做民調沒有用的地方 所以這一次他的民調二十趴 他開出的票 如果按照這樣的公式有可能會達到三四十趴以上 所以民進黨代表就是 民進黨代表的台灣政權的這個 強大的支持力量的選舉 還是積極認真的這樣子拚下去的話 他會有一個不一樣的戰果嗎 絕對有可能 因為美國民主黨本來要被共和黨消滅了 結果今天早上發現 他們這個還沒有完全被紅 選舉其實只差零點幾趴 對啊 喬治亞差零點九趴 美國的選舉很有意思耶 所以苗栗你不要認為說 因為他一開始被唱衰嘛 民主黨